你現在收聽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 是由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PNN 公民行動影記錄資料庫 以及燦爛時光節目 聯合自播的視訊跟音訊的節目 我們在每個禮拜五的晚上10點的時候 會在中正大學今生今時廣播電台 FM88.1的頻段當中 播出在嘉義地區 你可以收聽得到 那之後在禮拜天的晚上 會在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中心PNN 就是禮拜天晚上的9點半 我們會有直播之後 會在公布的網站會完整的播出 那今天節目其實很特別 就是最特別的是 我們剛剛其實已經錄過一次 忘了按錄影鍵 沒關係 那我們就知道再重來一次 那更特別的是說 我們這個來賓其實我們的節目 如果把那個前身再把它加進來 這位來賓應該至少來過三次 那如果再加上我曾經在教育電台主持過的節目呢 哇 這位來賓恐怕是 可以顯現是我沒有什麼太多的朋友跟來賓 對 這就是張正 張正你好 館哥好 我是張正 我們的生命一直糾纏在一起 對 一直綿延在一起 綿延在一起 其實我們認識 認識多久 十幾年 二十年嗎 還不到二十年吧 還不到二十年 二十年前聽過 可是那時候還不太認識 後來你不知道怎麼樣 透過真心社找到我們 我是透過你的同學劉昌德吧 對 透過那個了不起的劉昌德同學 沒有一陣子 認識之後我們就一直在一起 沒有分辨 雖然你現在跑到嘉義去 我們還是可以透過這個現代科技 然後可以見面 好 謝謝 那也給我們的聽眾朋友見面 不過我們今天 你的身份不一樣 以前大概就是四方報總編啊 四方報前總編啊 就總是跟四方報是有關 那現在不同 現在是一個書店的老闆嘛 對不對 對 我現在 我這個書店也是跟 管哥這個糾纏在一起 就是叫燦爛時光 那是繼承 不是 先不是繼承 就是跟您這個廣播節目 是同樣的名字 對 然後跟您之前在嘉義開的 那一間人文空間 是同樣的名字 不過我們這個名字也不是 也不是你發明的 也不是我發明的 沒錯 再往前推 我那天終於找到的是 天下雜誌的一個前輩 叫小景年 是他取的名字 但是他取這個名字 其實當然是因為 跟天下雜誌的發情人 英語彭女士 對 那好像講得好長哦 英語彭女士 為什麼要跟他有關 因為他 英語彭女士跟我和你的老師 共同的老師 陳露希博士 已故的陳露希女士 是好朋友 所以應該是說 陳露希女士在 陳露希老師在 2010年過世之後 天下雜誌幫他出了一本書 叫做燦爛時光 那沒想到這個名字 我們覺得很棒 那你比較有遠見 你就先用 那我到今年終於才發現 這個名字很棒 我們要開一些東南亞書店 那也應該用這個非常燦爛 非常光明 非常正向的名字來取 嗯 其實我如果沒有記錯 那個人文空間的燦爛時光 應該是你給我的靈感 真的嗎 對對對 我只不過是沒有告訴你 然後說切為己用 我現在只是把這個 你應該還給你而已 我們共用 我們共用 你忘了也就算了 就當作沒有這回事 好像是我告訴你說 用這個名字很好用 我還記得好像 我們是在那個店門口 然後就聊了這件事情 對那時候好像叫什麼革命基地之類的 但你覺得這個名字太慫慫了 然後政大附近的叫革命之家 又太接近了 對對對對 沒有錯嘛 可是為什麼當時 這本書要取名叫燦爛時光啊 你有問過英語博嗎 我那天碰到蕭錦綿 他有來給我們開幕 他為什麼叫燦爛時光啊 其實我沒有問仔細 可是我自己現在有一個 我覺得還蠻好的詮釋 就是燦爛時光這個 放在我們這個東南亞主題書店來說 是我們希望在台灣的移民移工 可以因為有這間書店 因為在這間書店看到了他們的母語 而且同時是他們在台灣 可能過得還不錯的話 在台灣找到他的燦爛時光 找到他的一段燦爛時光 那對於台灣朋友來說 我希望台灣朋友可以在我們的店裡 因為你看後面有很漂亮的 各國的國旗 大象噴國旗 還不是過水旗 然後另外一面有 有那個熱帶雨林 就是熱帶雨林的畫 樓上有很多移民移工的畫作 還有各式各樣不同語言的書 就是我希望台灣朋友可以在這裡 發現世界的美好 發現世界的各式各樣奇奇怪怪的事情 然後不要老是局限在 比如藍綠二鬥啊 或者我家門口 那個塞車啊 這種這種小事 也不是小事 這種只有看在裡面 也是個大事啊 也是大事啊 就是眼光可以透過我們的書店看到世界 發現每個人的燦爛時光 沒想到你還是硬可以把他套出了一大堆的 概念跟想法 所以我要跟你講 那個燦爛時光 應該是那本書還是那部片子的 那本書 對那英文叫做Linking our life 那這其實也是我們那個 那家店裡面也叫做Linking our life 就是他的英文名字 但是我覺得這幾個字其實是更有意思的 就是把大家的生命是連結在一起 他不是不只是綿延 事實上可能如果以包括 你現在在做的這家書店來看的話 也許是把所謂的 不只是東南亞 包括台灣 各個不同的人 事實上在這個世界裡面 大家本來就是相連在一起的 只不過我們可能都把他當作是別人 或是叫做所謂的他者 那這個其實我覺得也是很有意思的地方 我那本書不能還在不在 Linking our life 那是Lucy最早的 在美國 我上去我把他買回來 不過我們這邊暫時沒有叫Linking our life Live 我們就取了一個直接 對應燦爛時光的名字 叫Gradian time Gradian time Gradian 反正就是直白一點吧 這個背景的聚集的地方 就是所謂緬甸街嘛 對不對 對我們就在緬甸街 那我們再把他更強調一下這個事情 然後弄了 希望店裡面弄得非常繽紛燦爛 也吸引臺灣朋友來了解 包括緬甸在內的這些東南亞文化 我們店開在這邊之後 發現很多朋友 甚至住在附近的朋友 他們問我們為什麼要開在這裡 因為裡面整條街都是好吃的東南亞食物 然後有的朋友就跟我說我在這邊住一輩子 可是我從來沒有去進過那些店吃東西 是嗎 因為他覺得看不懂 那個招牌都是寫圓圈圈的字 可是我以前住永和的時候 我們就會三不五時就跑到緬甸街去吃飯 所以你就是怪咖 蛤 是嗎 所以我們就可能比較奇怪 比較敢嘗試的 但是很多人 很多人是不敢去嘗試這些事情的 那我覺得我們現在把店盡量弄得比較燦爛 比較明亮一點 然後也通過很多講座 幾乎片 甚至音樂會來介紹那邊的 介紹東南亞的話 那總希望這些在已經在台灣的這些不同族群 可以互相更認識一些 進而其實老師說我最後還是回到台灣 我希望台灣人可以有更寬闊的視野 然後有更大的膽子 比如說因為在我們這邊可能看到幾本緬甸書 在華星街吃到一些緬甸菜 就覺得可以去試試看 去緬甸試試看看 看能不能在路上遇到翁山書籍 對其實 其實朋友如果要去那個地方其實也不難找 就是南四角 反正那邊有捷運站 對不對 然後如果去南四角夜市那邊逛一直往裡面走 事實上就會遇到這個緬甸街了嗎 稍微Google一下在華星街上就會 其實找 不過找我們的店找燦爛時光 可能不要Google 因為找不到嗎 會找到我們嘉義這邊來 對 那Google不知道怎麼指的 直到那個曾經的燦爛時光 所以我們就在新南路一段135項 項口 你就沿著出了捷運站之後就沿著路走 就找到了 你找Google的話不知道帶到哪裡去 帶到五十幾項 帶到一個奇怪的地方就是 開幕一個禮拜了吧 就是 今天我們 對 一個剛好一個禮拜 我們是12號開幕 脫水節的那一天開幕 其實開幕之前就灌溉雲集 就是民進黨的黨主席 現在宣布出來要選總統的蔡英文 也在影片裡面 我們把她的請她在我們的大象的水 噴出的水滴上簽了 如果她選上總統那一塊 可以刮下來嗎 那她來跟你今天穿綠色是有關嗎 真的沒有關 我這個是流浪之歌音樂節的 這個看得到嗎 流浪之歌音樂節的這個T-shirt 我只是剛好穿 其實我是因為 我給你看 流浪之歌 老實說這是我當睡衣 所以今天早上出門太充滿 來不及玩 可是就很舒服啦 這個流浪之歌 他們每一屆的音樂節的衣服我都有買 品質很好 所以順便幫他們打打廣告 大家還可以去聽聽流浪之歌 因為鍾智邦 他剛剛才打電話給我 因為他跑到我們桃園那一間分店鋪進去 吃飯 桃園還有分店 應該說我們有一個東南亞閱讀大聯盟 桃園那一間叫做望劍書間 實際上更早就開 他是329就先開幕 那那邊也是有很多東南亞的書籍 然後有很多裝飾品 那四方就是大大樹的負責人 辦流浪之歌音樂節的這一位親愛的姐姐 他今天就到附近去吃飯 他就打電話給我 誒你們那個店在哪裡 然後我剛剛才跟他講 所以之後還會有類似這麼多的類似的東南亞的書店 會繼續的開幕嗎 因為你剛剛講是一個大聯盟 大聯盟 大聯盟 其實我們現在號稱有六間 六間 有六間都是跟東南亞書相關的 那我們在台北的乃士橋之外 然後桃園的望劍書間 然後台中有一間正在籌備中 也希望大家可能有空去幫忙 他正在一方面木書一方面木桌椅書櫃等等 在台中的豐原 然後嘉義市有一間也正在籌備 它本來就是一個東南亞姐妹的聚集場所 那希望把它變成一個有書店 至少有一些書店樣子的一個空間 讓姐妹可以在那邊開讀書會 看看自己的書 另外在嘉義的中埔鄉 還有一個很棒的牛肉麵店 就在你附近 嘉義中埔鄉的頂六國小 頂六國小的對面有一間牛肉麵店 那間牛肉麵店是一個印尼外配 印尼移民開的 那他的老公蔡崇安先生 還有十年他們跟移民組申請了一點經費 然後買了一些書 然後佈置出了一個讀書空間 所以那間牛肉麵店是非常有人文 有東南亞風味的牛肉麵店 有書鄉的牛肉麵店 對對對 然後人家問我說為什麼 他說這是牛肉麵店不是東南亞書店 我說誰說書店裡面不可以賣牛肉麵 就是我們看你把重點放在哪裡 如果你覺得你去就是為了吃牛肉麵 那你就吃牛肉麵 可是有人是希望去那邊讀書的 或者看一下家鄉的書 那個頂六牛肉麵店 其實就是我們的嘉義的 在嘉義中埔鄉的農民 還有第六間在新竹 新竹的也是一家小吃店 那家是越南配偶開的 所以我給了他一些越南書 所以他就變書店了 他本來是一個便當店 賣一些便當賣一些台灣小吃 然後給了他一些書 然後另外朋友在上面訂了書架 然後小吃店就馬上變成變身書店 然後除了現在的六家之外 我們還在繼續徵求 宜蘭那邊 然後台中市那邊 高雄市那邊 其實也都有朋友 他覺得 就他們本來就有這些想法 然後他看到我們這些 我們這個燦爛時光啊 或者是忘記書間就這樣 好像不是死活就開始開了 他們也覺得好吧 就要死大家一起死了 那對我來說就是希望這個聯盟 東南亞閱讀聯盟越來越大 至少 因為其實在台灣的東南亞朋友 是每個鄉鎮都有 所以我希望這樣的閱讀空間 應該是可以遍地開花的 每一個來台灣工作 或者結婚來台灣的朋友 他其實都應該還是擁有他閱讀的權利 我們怎麼樣讓他這樣 這個我覺得甚至是人權吧 讓這個人權可以延續下去 讓我們花一點點力氣 我們作為在地台灣人 我們花一點點力氣 對這些異鄉人友善 我覺得一定會 一定會好心有好抱吧 但是其實雖然感覺這個心智非常的大 然後的確我沒看到 我有這個家有六家的這個書店 可能會陸陸續續的開幕 甚至更多 那賣牛肉麵 然後賣書或是看書 基本上來講 他可以賣牛肉麵存活 那你要靠什麼存活呢 就是你又沒有在賣旁邊的這個緬甸的美食 那靠書店你能夠活下去嗎 剛你在跟你的朋友聊天的時候 他就有說到嘛 就是大概這種社會企業 能夠撐過一兩年了 大概不太多 嗯 百分之九十八都會倒掉 百分之九十八都會倒不掉 那你憑什麼可以活下去 我們先休息一下 你現在收聽收看的是燦燦時光惠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燦燦時光惠客室是由公視新聞引體中心 PNN公民行動影音記錄資料庫 以及燦燦時光節目聯合 直播的視訊跟音訊的節目 今天在我們的節目裡頭 跟大家訪問的是我們的老朋友張震 張震你好 館老師好 大家好 我是張震 因為我們前面的前半段廢話實在太多 你這時間揭露這個主題好了 你憑什麼開書店 對不對 就是 你開什麼 以前辦四方報 然後還是這個思興大學 然後陳露希在 support 在支持 那當然也因為這個主題 可能也得到了很多的這種所謂的 比如說移民署的相關的支持 或是這次有些廣告進來 那當然很多人會有去覺得 某種程度它是一個政治正確的一個議題 我們如果姑且這樣子講 那書店呢 書店要房租 書店要管理 書店要隨便 對書店還要有電源 那你要怎麼撐下去 例如說 我們嘉義的紅雅書房 就常常必須要靠著志工 然後來撐下去 那房主就要到外面去打拼 去搶救一大堆的東西 那其實你也蠻忙的 對我剛剛就是在外面打拼搶錢 然後回來 可是我跟你講 我不相信 我如果把善意 很多人的善意集中到這邊 集中到這一個空間來 我們活不下去 就是如果我們做得夠純粹 然後我們夠善意 然後也透過像你這樣的朋友 我們就把這個善意傳播出去 我其實那個當然是有一點信念上 我不覺得這樣活不下 尤其我今天又不是開在沙漠裡面 周圍都沒人 我今天開在台北南市場 這是一個捷運就可以到的地方 那實際上操作呢 書當然是我們的核心 我們有東南亞書 有中文書 然後我發明了一個 目前看起來是沒有相同模式的一個書籍流通方式 我們的書呢 都不是賣的 我們只借書 只借書 因為你知道賣書活不下去 所以我就根本不要賣書 可是書又很重要 書是知識的結晶 是知識的累積 所以我們現在募書 我同時發起了帶一本自己看過的書來玩的運動 所以蔡英文才會來 我們這邊開始累積了一些東南亞書 還包括一些我自己從中收集的東南亞相關的研究的書籍 那這些書我都是用借的 就是你可以來 然後書的價錢多少 書的定價 書的定價多少 我就借你多少 就是你要用原價跟我借走這本書 那海外的還要加運費 可是借走書呢 我歡迎你在我的書上 在這個書上面寫字 寫梅批 寫感想 或者幫我圈起來這個寫錯字 然後也寫任何的字 那我那個基本概念是 我認為這樣子會讓這個書加持 就這個書管中祥今天看過之後 還做了梅批 這是莫保啦 照理說 可是是 照理說這書是增值的 可是實際上 你看你背後那麼多書 你拿去市場上賣賣看 一點點都是一折以下 對 所以你不如捐給我 那看完書還給你的時候 我就原價 就原價退給他 原價退給他 那我希望那個書可以不斷的流動 那你賺什麼 所以你還沒聽我講完 好吧 我賺他 我賺他人又跑來這裡了 所以他為了他這本書400塊他就跑來 他就覺得捨不得了就跑來 可是他其實來這邊他真的要那400塊嗎 可能也不一定 他拿到400塊之後看到旁邊那本也蠻好的 然後版本這個400塊是多的 他就再借一次 借另外一本書 可是這個都不是我要賺錢的地方 我這個地方其實應該是純理念 我希望書可以不斷的流動 然後每個人的智慧可以一直累積在書上面 包括移民移工 包括比如越南一個印尼幫 用他看了這本印尼書 他在上面寫說 跟他在台灣生活很接近 或者有什麼開箱 那因為有這樣書籍的流動 所以人會不斷的過來 他得來還 來拿回他原本的錢 對 可是我們之後會賣賣咖啡 賣賣一些可能東南亞點心 那咖啡喝下去總不能來退 咖啡就是我們的純收入 那點心也是 而且像我剛剛講 那種善意 或者這個堅持一直累積下去 我覺得會有很多很多朋友幫忙 那現在旁邊就有一個大桌 你知道叫他米大王 他就帶來他的工廠的產品 看得到嗎 這個是越南進口的米 做成的米湯 他本來都是出 本來都是出口到日本 可是他看我太可憐 然後快死掉的樣子 所以他就 剛剛才 剛剛我們才談完 他承諾他要支持我兩年的這些 限量的很好吃的鹹酥米花 那來店就是讓我賣 那我這邊當然也不會賣個天夾 就賣一個合理的價錢 那我也覺得這是一個好產品 所以 那這個就更好 這個是米大王林洋元先生 他等於免費贊助 他還自己開他的賓師送貨過來給我 那我們這個就是賺的 這個就是賺的 然後同時 因為我們這書店有三層 那這個空間 我覺得我們會充分的使用它 我現在在做的一個 又是不賺錢的是 我會讓一些在台灣教東南亞語言的老師 可以來我這邊教東南亞語 就我不招生 可是他自己招好生 招了五個學生 十個學生 教越南文 他就在我們這邊教學 那我們提供冷氣 提供燈光 提供黑板 那他來這邊教 可是他會帶學生來 學生來到這個 充滿東南亞味道的空間 不管是他要吃滴香 還是要喝一杯咖啡 或者他看到哪本書想回去練習 那些就會是我們的收入 我們二樓還有花展 花展 花展也是東南亞的移民移工畫的 對 那他如果花展就可以賣了 嗯哼 花就是可以賣的 那賣走了 我們作為一個類似畫廊的地方 可以抽成 嗯 就有一定的 有可以收一定的費用 那其實你不要看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我們開幕的時候辦音樂會 嗯 擠了30個人 嗯 包括外面 路邊 因為我們的門口是一大片玻璃 所以路人通通圍在那邊看 其實有些人是進不來的 我有看到你的照片 然後我們還開第二現場 在二樓還開直播 第二現場 音樂會我就 音樂會是可以收費的 音樂會是可以收費 然後講座是可以收費的 我們可能不會收很多的錢 可是 就是我一方面在推廣或者把東南亞的文化的好的那一面呈現出來 一方面我也相信很多人會覺得我們這樣一個地方不應該讓他倒 不管你收一百五兩百的那種來聽演講的費用 或者三百五百天音樂會的費用 聽起來是蠻有信心的 蠻有信心的 但是你有算過這個一個月到底要花多少的 這種房租啊 人事費啊 這些等等 雜七雜八的加起來 房租一個月兩萬 這個不用算 房光照是我的 嗯 其他的就是還沒算 哈哈哈哈 就是還沒有算 所以比較有信心 對對對 還是要算一下 然後我們 因為我們在第一個月 還不知道水電 水電到底多少錢 沒關係 我們會在網路上不斷重播 到時候會在這裡打捐款專線 OKOK 我們也同時在成立協會和公司 那到時候協會就可以接種募款 嗯 我相信我這麼這麼誠意 應該不會 我們的全國廣大的聽眾朋友 收看你節目 大概收視率應該有 幾百個 幾百萬吧 對不對 幾百個 就大家不會讓這個地方擋掉 不會啦 我我一樣很有信心 就是公民行動已經記錄資料庫 都到至今都還沒倒吧 對啊 你一直喊沒錢 怎麼都不倒 對 但是我們還是因為 很多人還是會支持我們 然後我們也很努力的在做一些事情 我真的是這樣子認為啦 就是你做的事情是 對這個社會有意義有價值的 其實這個很多 你會發現這個社會有很多 非常多的力量 其實我常在講公庫的例子 就是有一次我們去辦公民不能寫的信書發表會 嗯 然後這個廟口那一次嗎 不是廟口那一次 在高雄三宇 然後這個講完之後 就後來就有一個先生跑來找我 他就當場就捐了30萬台幣給我們 那個先生還有保持聯絡 有有有 但是我不會告訴你他 沒有啦開玩笑 我的意思是說這其實就是一個 這個社會真的是很可愛 其實因為那件事情 我才知道原來我們做的事情是被肯定的 然後是有價值 然後這個社會有很多的人 他們其實是有很想要去為這個社會做一點事情 但是也許他找不到對象 或者是他不知道怎麼去施 施力或者是參與 那剛好包括像看到灘烈時光 這樣一個書店或是公庫也好 基本上來講 我覺得這都是一個可以大家用不同的方式 去參與社會的一種做法 那灘烈時光這樣的一個書店裡面的書 都是木來的 大概一半一半 目前的書有一半 當然是我自己的書 我之前就買了一些東南亞的書 包括東南亞語言的書 那自從我1月20號開始在天下獨立平和木書之後 其實陸陸續續都有人送出來 之前 比如桃園那邊就送到忘店書街 那台北這邊我這邊 我自己能去的我就去書店拿回來 那我就要隨便這一本就是何思凱何思穎 他們是 我給我鼓勵這些帶書回來的人 在書上面留下一些他們留下一些話 他這本書寫的就是你好 這本書是我和姐姐去泰國清邁遊玩時 在當地書店挑的 輕鬆的旅遊書 有錢有閒時可以帶著他到台北來一場小旅行 他就等於是給 可以 沒錯 待會再拍 反正就給在 就是我覺得這個善意 包括帶書的人的善意 就是我這幾年在做四方報 其實我會發現很多台灣朋友 是對這些異鄉人士非常友善 沒錯 他的確就像你說 他找不到一個適當的管道 來表達他的友善 我們是做四方報 我們本來就做這樣的刊物 所以他們可能就會來支援我 支援我們報社 那現在我等於在 不知道怎麼樣 林光一線 林光一線想到了這個書店的點子 那鼓勵剛好去東南亞的朋友 去帶一本書 那你剛帶兩本 帶一箱 像送我們這個米 米香的大哥 他就是帶了十公斤吧 而且帶了好幾次 因為他常常跑越南 他就會帶一些書回來給我們 那我覺得我們等於是開 對我來說 我就開 我就先開頭跳下去 挖了一條 可能是一條小溪 然後讓這些善意的力量可以匯聚起來 那這個小溪流 一流流流流流 就變成 也許會變成大河 那當然有可能如果善意不夠 那我們這小溪就乾顧了 那也沒辦法 那就是因為 可能我們做的不夠好 那這個導引水流的方向不對 但是不做怎麼知道呢 我覺得我現在就先做 所以像你剛問 我只有估算 我說我有五十萬成塊 然後一個月房租兩萬塊 這樣子算一算 好像可以租個兩年 很簡單的數學吧 還是可以有一點錢 捐給空迷其動 而且我還可以捐給你兩萬塊 可是我覺得不做 就一切都不可能 因為我包括像剛剛前面講 那些書籍的流動方式 或者我認為 東南亞在台灣的朋友 是有閱讀的需求 就那個需求 我已經 我已經想到了 想到了 我覺得那個東西對我來說 就是一個癌症 就開始在我身體裡面蔓延 我不去解決這個事情 我就很不舒服 然後書店當然是一個解決的辦法 我要一個地方有 有一個書店 然後我可以讓書進來 然後我可以讓書在這邊流轉 再流出去 流到看得懂 像這本泰文書 其實我也看不懂 要讓看得懂的人可以看到 嗯 那 想太多 我跟你講想太多 大概就不會做這個事情 我覺得是 就是 後來很多人就問我說 為什麼燦爛時光人文空間不開了 就是因為我想 想清楚了 我想清楚我就不開了 但事實上 當還沒有想清楚的時候就開 事實上也 我們也沒有任何的虧錢 然後我們幾乎是完全的打拼 對那 但是這個過程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過程 我相信也讓很多在當時 其實參與過這家咖啡館的人 大概都會有或多少不一樣的收穫 我覺得這其實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一個過程 就是 我常覺得說我們做很多事情 如果真的做不起來 一方面可能是我們不努力 或是我們的努力不夠 另一方面可能是這個社會 可能還不需要我們的存在 那我們可能得要再更努力的 再去做一點事情 那時間差不多了 但因為我們前面打屁打太多了 那我最後想要談其實 燦爛時光 你這個概念其實在四五年前就有了 你知道嗎 你自己就有了 我有跟你講過這個事情 有有有 你很多的秘密跟我講過 你自己都忘記 真的我是喝醉 可是我就想不起來 那你趕快告訴我 你怎麼不早就跟我講 最近你一直問我 我是想不起來 為什麼有 沒有沒有 那時候你其實就跟我講過那個書 然後再簽名 再寫每一批的這件事情 你還記得嗎 有這個概念 其實我想很久 我覺得書應該增值這件事情 但是我已經沒有辦法想到 怎麼樣讓它真的實踐 包括到今年的過年的時候 我寫一篇文章 還在寫這個事 我就寫說 如果哪一天 我有很多錢我就來做這個事 後來就想說 其實我不用很多錢 就可以做這個事 所以就做 不過我現在趁最後一點時間 我要感謝 在這段時間參與燦爛時光的打造的 尤其是年輕朋友 年長的也有 像現在正在外面幫我弄滑草的我媽 還有一些長輩 可是你媽媽真的很挺你耶 沒有辦法 誰叫他生我 誰叫他生我 就是很多 不管長輩 還有很多年輕朋友 他們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這個善意的東西出現 然後大家就一直來一直來幫忙 不然其實我 憑我自己 我覺得不可能做起來這件事情 刷油漆打掃 其實我是非常笨拙的人 我可能 可能 李虎爛也比不過你 所以 所以我覺得那是打造一個大家共同的夢想 大家的善意 所以我現在快 快要開始信教了 我就覺得 包括我們這個籌備過程中 搬東西啊等等 那些 那些一切很危險的事情 很冒險的事情都很順利的過去 那當然也是因為 Lucie in the sky 可能在保佑 所以其實是還蠻開心 雖然非常累了 我最近有點變瘦了 就是每天睡眠不太充值 是精神狀況還是很飽滿 但是 從這樣的一個建造的過程 大概就知道這家店 是很有希望 就是那個力量 那個資源 或者是那種關心 他是慢慢的慢慢的 是有進來的 今天非常謝謝張震來 接受我們的訪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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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禮拜公眾再會 拜拜 我的愛 會給你個擁抱 抬起頭 感受生命的溫暖 天空的眼淚 吸光了時間 還來不及愛心